欢迎大家再次收看《股壇思见》 我是施基金基金经理李奥德 这边是大家很期待的施基金的升级顾问 施老板施永庆先生 是 施老板 上个星期 就像你所说 淡淡定就有钱剩 刚刚的银子都站稳 在三万点楼上 其实之前 也有些朋友说 施永庆 你说少调整 看样子在三万点 徒回了很久 都上不了去 看来你要修正看法 可能会跌得比较多 也不奇怪 但市况也跌不下去 有很多理由长家站 又说官网 最后也是站在那里 我自己也认为 一般人说五穷六绝 五月十 不好 这只是过往的统计数字 好像你做过的统计 也不是完全一定五月不好 有什么发言 为了求证一下 关于五穷六绝 七番新的市场传统智位 我们真的去看看过去三十年 港股五六七月的表现 我发现了 其实五月份 过去三十年 一半时间是升 一半时间是跌的 如果拉运回报 其实可能是正数 所以暂时从 从统计数字来说 五穷这件事 似乎也不是太胜 我自己 看问题 喜欢看基本因素 一般投资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就是 政治、经济、市场 实际情况 技术分析就是 看以前图表的图表 一些惯性模式 图表分析 是否值得 研究和关注 我不排除 很多粉丝 如果多人相信 自然会这样 行为出来 会自我完成 但是 在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上 我自己觉得 任何时候 都以基本分析作为主要基础 图表只能够作为参考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觉得可以引用希腊的两个说法 一个叫做 太阳底下无身事 这是图表派的基础 我们这个世界上 以前发生过的事 就是循环 将来也会循环 将来会继续出现 因为你的图表是人的行为 的模式 以前人的生理状态是这样 现在可能 都会 还是这样的 但是希腊 另外有一个说法 叫做 人不能达日同一条河两次 即是那条河 你第二次踩下去的时候 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有变化 原有水流出海洋 河藏的泥 正在沖 水中的鱼 长大了 已经有不同 每一段时间 都有新的情况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 过去的表现 如果遇到新的情况 会有不同的变化 等于你去澳门买大小 连开很多铺带 究竟下一铺 是开大多 要开小 两种说法 你说开开大就旺带 开大就买大 Mimi version 开大多又要买小 开了这么多带 还开大 但是 本质上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过去如何开与下铺带的息 大小的 或然也是一样 50%开大 50%开大 除非那些息做过手脚 所以 每一个时期 股市跟后会如何走 都会受一些最基本因素影响 5月一直都不好 例如 联储局真是选择 现在硬不选择 这些基本的变化 会影响市场上的人的行为 例如 之前 我认为的市 未到很大压力调整 本身香港的 整体P 不算很高 相对外国还是吸引 现在香港的行指 应该是11倍左右 11倍 比例如历史的平均水平 都低很多 是的 香港高位是应该是15-16倍的 所以它本身不是一个 很高的水平 如果是偏高 便容易跌 以前我说楼市跌不跌 我说一个人爬上梯 便会跌下来 摊在底下 怎会跌 现在不是最低位 但是 属于 不算偏高的水平 加上 美国虽然说 这次 意识 没有减息 但也不像 很有条件 加息 另外 中美谈判 似乎 有些希望 最新是说 未来星期五 中美又有机会 签署 这件事 有没有最新的看法 先生 情况当然 有所改善 但我认为 中美谈判 取得协议 而是为之前加了关税 大家做好做丑 一人退一步 不要够那么多 加的结果 其实是 接美国亦会伤害自己 他做好就是 加你 就是吓你 你吓到你 你肯吓 给我一些好处 最好 之后 亦想恢复正常 我自己看 这次谈到的机会 是大的 因为 双方都有谈成 他的议员 另外 大陆亦都在某些地方 做了一些让步 所以我认为 整个 上星期你提及过 已经是知识产权上高的执行 金融市场开放 亦配合了中美关系 有些保险股 升了很多 其实 都是与会不会开放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 谈成也好 不是等于中美关系的收好 美国视中国为威胁 他的竞争对手 某种敌对性的竞争对手 这种定位 新的关系 我认为 不是这次谈判可以解决的 这次谈判是技术上的问题 去解决的 但因为内地的市场受冲击 其实比预期中少 其实我早期都担忧比较多 如果中国内部消费的意欲 投资的能力 都受影响 经济会下行压力比较多 现在是相对少 似乎信心恢复一些 中美这场磨擦 是持久正硬 有时间搞的 不容易结束 但短期内 是趋向缓和 多于趋向矛盾增大 战线扩大的机会 相对少 这次对股市的压力 应该细分很多 你们有什么部署 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 对于很多国内公司 其实是有新的形势 例如过往受到保障行业 有新的竞争 以往受制于保障壁垒的公司 有新的机遇 正如邓先生所说的 例如汽车市场上 可能对外面的保障公司 有机会进去有利 内地的保障公司 面对新的竞争 未必一定有利 所以整个竞争形势 其实会不同了很多 但始终也是 看你怎样看 过往 你嬌生惯养的公司 其实更坏了 反正有适当的竞争 其实很多公司 反而才有进步的空间 当然这个世界有东西 有东西变 对投资者是好事 有东西变你才有机会 把握机会 如果看得准才有回报 如果市场没有变化 就蛋而无味 另外一个大家会问 之前施先生说 如果坐货 不需要急急调整 就不要赚了一点 沽了它 沽了它 因为你沽了它 买不到也不奇怪 反过来有个真理私基金的客户 问 他也看好 不过他觉得自己买得不够多 升了时 当然觉得买得不够多 这个位置应该如何做好 这个位置 不是我们年初私基金开放的时候 买得比较好 那时的低位 现在我认为 若是相对 不是看一两个月的 真是长线的投资 距离顶位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不要太贪心 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入市的位置 不是的 这是之前错了的东西 你改变不了 你现在要改变的是以后 你看自己实际上 投资的比例 股票战里的投资比例 是不是一个核美的水平 如果太低那怎么办 应该是分担入住 其实香港人有很多人买楼 就信心大过买股 股市之前选手的人也有很多 你说是 一次过 卖齐它好呢 还是逐天逐天呢 逐天逐天的平均价 如果它升的 每天都是高的 我认为 譬如三万点 基本上 你发觉它都能够站住的话 其实应该一日的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很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有问题 记得到以下的网站 留下你们的留言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